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生命讲座》 好我们第一堂课跟大家分享的放下烦恼 然后你要服感恩的药 其实当你放下烦恼 为什么就会感恩呢 因为我们体会到 早上我们禅修的时候 对着那个无我 有没有 你喝那一口水 我们知道是天地跟众人 大家一起合作 来让我这么舒适的喝这一口水 那现在我们还要再想 那你这个水 你第一口 有没有慢慢的去感受 这个茶水 在你的舌尖 有没有 有没有慢慢的感受 在你的喉咙 有没有慢慢的感受 有没有慢慢的感受 他可能现在到胃 肠里边去了 还是你一口气就呼噜 然后就马上就把它喝下去 那你如果当你开始在喝的时候 我们会观法师跟大家说 是谁在喝 是你在喝吗 好 那我到底在哪里 是一个喝到嘴巴 喝到喉咙 然后你还会慢慢的把它吞咽下去 你也会感觉到它的香味 气味 然后呢 这些所有的感受 各位把它想想看 每一个器官 它是你吗 那眼睛 佛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眼睛怎么样 要看 对不对 可是 我们的眼睛 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 能不能看 它眼球 什么各方面都还好好的 所以我们现在科学 医学 还会怎么样 气 移植 对不对 所以可见它功能 细胞啊各方面都是正常 可是为什么 你自己 是属于你的眼睛 但是你那时候 你已经不能看 好我们这样一直的讲 一直的讲 大家就会慢慢的感受 有一个能 对不对 你能看 你能想 你能喝 好 那个能 跟你 看的时候 那个像 或者你现在在想的这些事 其实这些器官 它都只是一个工具 可是 在我们 生命里边 心间告诉我们 有一个 不生 不昧 不够 不静 不增 不减 那么这个力量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 我们跟大自然 相同的 共同的 那一个力量 那么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牛顿 曾经讲过 我们有三大定律 对不对 第一个定律是什么 万有引力 有没有 好 那这个万有引力 它呢 它都有相吸 也会相似 对不对 你想想看 阴跟阳 合在一起 它就相吸了 阴阴 它就相似 或者阳阳 它也相似 所以一个男孩子 叫他跟另外一个男孩子睡 其实是很不健康 为什么 因为他是相似 对不对 但是呢 各位也要知道 那种相吸相似 如果你能够很自然 好像是结了婚 然后呢 你这时候 你这时候 夫妇要不要同床 睡在一起 如果你不同床 最好也是同房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呢 常常学外国 夫妇呢 要像住在旅馆一样 你这边这个床 我那边那个床 尤其那个外国的小朋友 这更可怜 他从小都是怎么样 用一个小车子 你们一定要记住哦 以后你儿子生了孙子 你来告诉你的儿子 以前爸爸妈妈睡的时候呢 你最喜欢睡哪里 通常我们一爬上去 一定是睡在爸爸跟妈妈的中间 对不对 以前我都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的人格 就这样 所以很健康 所以爱从哪里开始 从接触开始 你接触妈妈 接触爸爸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想想看 现在的父母 因为 想说我晚上要睡得清静一点 所以小孩子就让他 单独睡 他们的那个摇览 或者他们的床 那我们现在的小孩子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因为安全感是来自于 你跟爸爸妈妈这样挤 你想想看 我们小的时候 一张床常常挤 五六个人 所以大家都很健康 对不对 你想想看 那个一张床 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睡 那你呢 除非说你年纪大了 然后呢 你再思维 再思考要写文章 或者我都鼓励人家 纵然 纵然 你想想看 我七十三 我太太几岁了 七十二岁了 晚上 转过头来一看 你想想看 有七十二岁的老太太 睡着我旁边多幸福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江千来比数 心人不如故 对不对 我稍微一咳嗽 我太太就知道说 要起来帮我拿一杯茶了 对不对 我那打个呼的时候 我太太呢 她就会轻轻的怎么样 告诉我 或者稍微帮我咬一下 让你那个呼吸顺畅 不会打呼 那个知识正确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一定要慢慢的去感受 所有的力量 它是一种相吸相持 然后这些相吸相持 各位 我们宇宙跟生命的来源 我想你们最近有看到 今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 这一个人 他是在前些年 他们进行一个宇宙大爆炸 因为他们发现 一百三十六亿年前 有一个光忽然间跑出来 那这一个光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们为了模拟 因为我们大概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科学家提出 我们地球的形成 是因为来自于宇宙的爆炸 然后一爆炸的时候 这些光啊 然后这些物资呢 慢慢的因为有这个相吸的力量 好 那这个相吸的力量 它就形成一个星球 所以我们这个地球 你走到哪里 中间一定有空 对不对 所以空是我们宇宙的一个特色 好 那这个科学家呢 他就模拟 在模拟的这个过程里边 那他们因为这个实验 结果呢 这个实验发现了 我们宇宙的最主要的 深层的这些东西 昨天那个廖教授 谈到量子力学 那量子力学 它是从动 就是从风的角度来看 但是呢 事实上 我们生命本身 它除了这一个 这一个基本的物质里边 它是什么呢 所以一爆炸的时候呢 瞬间他发现的是一道光 那这一道光 经过一个光 这个光 科学家 他发现它是一个物质 最维系的物质 但是呢 这一个光 它是什么 潜知潜能 所以他把这个光 起名为 那个 那个 我们讲的 那个 潜知潜能的上帝 所以呢 它叫做上帝例子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看这一篇研究报告 你们打上帝例子 或者打宇宙大爆炸 都可以去把这个资料 全部把它检守出来 那检守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光 当你对着他笑的时候 他笑得比你更灿烂 你想想看 我很喜欢看那个米勒火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米勒火 我得得得笑 为什么 从肚子里边 从身体里边 每一个细胞 你就会跟着笑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看到 那个光 你是笑的时候 他就跟着你笑 当你开始有一点难过的时候 他就是难过的样子 就马上出来 然后呢 你很生气的时候 那个光现出来的就是生气 然后这个光呢 经过了 大概是 那个几分钟以后 它就形成一个氢 所以我们宇宙里边最氢的东西就叫做氢 所以你那个用氢吹到那个气球里边 它是一个氢气的时候 它就会往上升 所以那个宇宙大爆炸形成的是一个粒子 那这个粒子 它既是心 为什么 因为你对它微笑 它就是对你笑 然后它又是物质 所以我们佛教呢 他常常说 我们佛教不是唯物 也不是唯心 既是唯物 又是唯心 那就是从这里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里边 你就发现说 当年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些真相 其实呢 它都很清楚的存在 那这一个太阳 这个宇宙大爆炸以后 所形成的这些粒子 那这些粒子 其实在哪里呢 我们早上把那个窗户一打开 阳光一照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看到 那个窗户里边 那个阳光里边 有很多的这些围城 有没有 好 那个围城 那个围城 它呢是一直的在动 而且永远没完没了 也就是说 这个围城呢 其实是所有的这些星球 有时候爆炸以后 然后所形成的 然后呢掉到了我们 那个大气层 又分割 然后成为一个很维系的东西 但是这个 它本身这个围城 它有湿性 所以你把那个围城把它摸一摸 它会变水 马上跟我们身上的水 马上结合 所以它是湿性 然后这个围城 它有温度 所以你去摸它的时候 我们身体是几度 三十六度半 所以你一摸这个围城 它的温度也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你 它不会烫到 也不会让你冷到 这个围城 它本身呢 它其实就是土 因为它是一个个别个别的 所以它叫做有它的坚性 所以它是土 然后这个围城 它是怎么样 分开的 它是一个动态 所以你一吹 它会跟着那个风 这样摆来摆去 所以那个就叫做风 所以地水火风 这四大 当年佛陀 他在经典里边 他说 有一种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围城 佛陀说 这个围城叫做兔毛城 然后从兔毛城 你把它切七分之一 你们自己去看一看 这些围城已经够小了 你去把它切成七分之一 那么就叫做 水城 所以你看 我们空气里边没有水 但是你冷气一冲 它水就跑出来 那个就是我们空气里边的这些围城 你遇到了这个冷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结成 就是这个变成水 被你把它吸光了 那么它有温度 所以呢 我们身体其实是这四个基本的元素所组成 那同样的宇宙 其实也都是这四个基本的东西所建过出来的 那各位呢 一定要知道的就是 当你的心 我刚刚说了 当你看到弥勒佛的时候 你就会笑出来 你笑出来的时候 你想想看这个围城呢 其实它就是上帝例子 所以呢 你每天呢 你一定要记住哦 我们要健康 你要怎么健康 最健康的人是 佛 或者最健康的是什么 是菩萨 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我的朋友 跟他们分享 你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起床 你呢 在床上 我是佛 我是佛 常常念 你那个念 一定要从你的心起 你的心起说 我跟佛一样 那么呢 你就是无量寿 你的心起的是跟佛相应 那整个你身上的这些太阳栗子所形成的 是一个我们色身本身 它就自然而然 它就是跟佛无恶无白 所以我这四十几年来 我每天醒过来 只有一件事 我是弥勒佛 我是弥勒佛 所以胖胖的 每天醒过来 我就是弥勒佛 所以常常这样想 这个时间久了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大家看到我好像很胖 就常常 这个也要拿给我吃 那个也要拿给我吃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说 你会那么胖 一定是吃得很多 但是其实我吃得不多 尤其我晚上几乎都不吃 但是呢 你想想看 为什么会那么胖 因为我没有心事 科学家他们现在研究的结果 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里边 所形成的能量 有百分之七十是打妄想 你想想看 你一天到晚打妄想 所以你吃了不多 你吃了很多 但是都把它打妄想 所以你人还是瘦瘦的 所以为什么 古代的人 如果在做青春 都说要做的 比较痛的 比较胖的 比较胖的 为什么 因为这种人 神经比较大条 对不对 像我 我从来不会想 人家说我坏 原来我那么坏 我自己都还不想的 对不对 人家说我好 对不起 是你好 不是我好 因为你好 才会说好 对不对 所以你的心 常常这样 所以你几乎不打妄想 所以你吃到肚子里边的东西 它就全部 转化成这样 所以我们 有万有引力 那万有引力 我们人在这一个 地球上 所以有一个地心引力 所以那个苹果 它不会掉到天上 它就是掉下来 打到了谁 牛顿 对不对 那大家常常这样想 如果你能够慢慢的去感受到 这个万有引力 它是相吸相似 然后呢 所有的力量到最后 因为我们是住在这个地球 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回到地球 那大家知道物质不灭定力 什么是物质不灭定力 我们早上说了 那谁在喝茶 谁在喝茶 是你的嘴巴在喝吗 其实是 你生命里边 跟大自然里边 有一个能 那因为有那个能 那那个能是什么 大家想想看 我随便提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有电灯 有空调 也有麦克风 也有电脑 也有很多摄影机 那大家想想看 这么多的这些工具 一样不一样 摄影机会露影 电脑可以让你做很多的这些 很方便的工具 对不对 好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需要的东西 就是来自于一个什么 电 如果我把电拔掉了 那么摄影机不能摄影 麦克风不能用 电灯也不亮 所以呢 谁在喝谁 你身体里边有一个能 那你那个能 一定要记住 你那个能 要让他去充电 但是充电是外来的 所以加持 有没有效 有 干电池帮你加持一下 但是 真的最有效的加持是谁 你自己要加持 那你的加持在哪里 你的加持在你自己本身 你本来就是电 但是因为你不晓得 去用它 好 我们现在的这个电 各位一定要知道 古代有没有 古代有没有电 古代有啊 雷电交加 古代就有了 不是现在才有啊 对不对 但是古代的电 我们能不能用 我们不晓得怎么用 后来 发现摩擦会升什么 摩擦会升电 因为摩擦会升电 所以开始煮蒸气 结果煮煮煮煮 然后这个水呢 开始就把那个 杯盖怎么样 就把它跑出来 所以我们最早发明 所使用的电 是什么 蒸气机 蒸气火车 好 我们台湾 早期我们像 因为你们如果 年龄跟我一样的话 我们早期 有没有脚踏车 脚踏车 有没有电 有啊 但是脚踏车的电 是要怎么样 要这样 如果要站起来 晚上的时候 你要怎么 要把它变下 有一些小的电池 要跟你的轮子 一直的摩擦 摩擦就升电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摩擦可以升电 但是更早 不晓得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能 我们本来就有 但是因为我们不知 所以佛 你本来就有 但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会用 对不对 你不会把它变成 现在的一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插电的那个电孔 你也不会去 应用它 变成手机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人 发明了 那个电 然后使用这个电 我们人类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机械化 那机械化 我们就常常称之为摩等 就是那个现代化 所以我们在谈现代化 就是从那个电力开始 当我们懂得用机器开始代替人工来生产 那么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开始完全跟以前就不一样 但是现代化以后 现在还有后现代化 为什么叫做后现代化 因为以前的机器就是机器本身 你看这个联迷厂这个机器 这个就只会联迷 这个就是这种机器 它只会生产一样东西 可是什么叫做后现代化 就是那个电脑开始发现说 我把这些机器把它做总和 把它做一个系统化 anasystem 当我能够全部把它系统化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我们的现代化 就变成叫做后现代化 所以你们如果在读历史 或者在读很多的这些 你就会知道 那个就叫做后现代化 好 那后现代化 其实呢 现在已经进到了 我们整个都使用自信了 对不对 那你全部自信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从前 那我们从现代化 后现代化 到现在的知信时代 为什么整个人类的进步 会那么快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原来地球里边的这些能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去使用 当我们会去使用的时候 那你那个能 就会越用越熟练 好 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电脑 因为 我 跟各位讲过 我是当独学出身 所以我那时候呢 我这常常 这想 那这个电脑 为什么 那个速 那个什么 在跑要那么慢呢 他们就说 记忆体要增加 结果这里也挂 记忆体那里也挂 挂了一大堆 对不对 结果还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只要有形 有像 那个记忆体就一大堆 对不对 所以 你那个电脑能够 储存的就不多 好 那现在呢 你们知道 有一个 无限量的记忆体在哪里 在影端 所以你现在 那个照片 灯 一丢 马上上去 你从手机照 然后一丢到 你自己的云端 马上就上去 要不要记忆体 所以你现在 就有的 那个什么 那个电脑 你们家原来 旧的电脑 都全部 可以再拿出来使用 我现在用的 都是我们家 以前二十几年前的电脑 但是啊 我只是 谢谢大家